来到车展车之后 我们看到的第一个车 其实就是阿姆迪罗的F550锐行者房车 其实这个房车给我的印象是真的特别大 并且呢它真的特别霸气 它的整体售价高于188万 这个车呢采用的是7.3升V8汽油的发动机 因为要满足国内的排放标准 所以它申报的是重型汽油 所以呢重型汽油的车上盘可以最低 是国四的排放标准 所以这个车型目前依然是可以正常上盘的 7.3升V8的发动机最大达到350匹的马力 而635秒比的扭矩 所以呢它对于这么一个这么大的这么重的车来说 我觉得带动它也不是什么问题 当然了油耗肯定也不会很低 第三呢就是它的尺寸 这个车整体的长度不超过6米 所以呢C本就可以开 它的上盘呢也是蓝色的牌照 它整体的高度要超过了3米 而宽度超过了2米3 所以对于很多有现行的地方 或者说是要家里住胡同这样的一些 地方的人肯定可能不太适用了 所以大家要买这个车的时候 其实要考虑一下它的实用性 对如果真的要考虑一个自驾远方去长途旅行的话 我觉得这么一个车真的特别棒 就是你前面开着它两个人驾驶没有任何问题 而后面其实是非常舒适的生活区 就是跟我们其他的贝多房车不一样 它的生活区堪称舒适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这真的是一个移动的家 那你会花一个买房的钱去买一台它吗 它的整体售价办下来的话 我估计要超过200万了 在一些二三线城市 我觉得买一套房不是问题吧